这绝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次实验 七个国家的宇航员 为了验证预言中的上帝粒子是否真的存在 决定在国际空间站启动大型粒子对撞机 但就在他们要开启实验时 一名来自地球的科幻作家 却对他们的实验发出了严厉警告 多次粒子对撞很可能会撕裂时空膜 导致两个维度发生相互碰撞 甚至给地球带来恐怖的异世界生物 但他们怎么可能听信一个作家的警告 随着宇航员把婆罗伊放进中枢处理器 粒子对撞机立即开始点火启动 伴随着高速粒子流的来回碰撞 整个空间站都在剧烈震动 由于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实验 所有人都显得十分紧张 随着粒子加速到了最后关头 工程师小张突然惊喜地发现 粒子对撞成功了 这让所有宇航员都十分振奋 然而还没等他们高兴两秒钟 粒子对撞机突然过载 导致空间站发生了猛烈爆炸 所有人都被摔得晕头转向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又被一股反重力吸附到了天花板上 实验失败了 但这次和以往都不同 地球在一阵白光过后竟然离奇消失了 任凭他们如何呼叫指挥中心 也始终无法接收到任何信号 队长认为是点火导致空间站发生了翻转 随即让爱娃调出所有摄像头寻找地球 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进行观测 他们都没有看见地球的影子 这下所有人都慌了 他们急忙跑向空间站的其他可观测窗口 用肉眼搜索地球的踪迹 但是无一例外 他们全都没有看见地球的踪迷 焦躁和不安的情绪 很快出现在每一个宇航员身上 有人认为是空间站的定位系统出了问题 只要修复陀螺仪就能重新找到地球 然而他们很快就惊恐地发现 蜜蜂在中枢处理器中的陀螺仪 竟然也离奇消失了 就在宇航员不知所措时 空间站突然响起一个哺哺的吼叫声 两名宇航员循着声音立即找了过去 却发现工程师小张 正站在不远处一动不动 小张让他们不要发出声音 随后他小心翼翼地靠近舱壁 谁知下一秒 里面突然传来一阵恐怖的嚎叫声 小张说声音是从舱壁里传来的 他们急忙用工具拧出螺丝 在两人合力打开金属板后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荧幕吓傻了 舱壁里面竟然困着一个女人 她全身多处被电缆管线贯穿 正在里面痛苦的嚎叫 宇航员急忙剪掉周围的电线 把受困的女人从里面救了出来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困惑 空间站原本只有七名宇航员 但现在却多出了一个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时 一名俄罗斯宇航员突然感觉眼睛不适 就在他仔细查看时 紧接着他好像出现了幻觉 对着镜子不停地自言自语 随后他拿着手枪 找到了正在检修空间站的小子 情绪显得十分激动 就在他准备开枪时 阿强突然开始口吐白沫 浑身颤抖地摔倒在地 队员急忙把他带去医护士抢救 谁知下一秒 阿强嘴里突然吐出了大量蚯蚓 吓得宇航员们不停地踩他 黏糊糊地到处都是 眼前发生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和恐惧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是颠覆了所有宇航员的世界观